今集將會是贏不贏到決賽席位的關鍵戰 剩下的兩個決賽席位到底會花落誰家呢? 我們很快會為大家結晶 Hello大家好,又去到我們Context電子白板贊助的補習擂台 今集是準決賽來的 今集去到一個叫無死角名師 無死角是講學科上無死角 所以今集特別了,我們無死角名師這一集 找了不同學科資深的前輩出題目 今天這個賽制裏有五個參賽者 我們在五個會淘汰三個 很榮幸,因為今天我整台都是博士 我左邊是Cooper,數學科 第一位嘉賓評判就是教數學的Cooper 憑著一系列的解題方法 有著Cooper神技以及數學之神的稱號 相信這麼有頭銜的實力 一班學員都應該有不少壓力 右手邊更加,大家很熟 自從口罩之後更加熟 KKwon 作為口罩界KOL的KKwon 相信沒有人會不會的 而有些月曆的人都會知道 KKwon也是補習界裏面 殿堂級的前輩 你們真的不可以掉以輕心 今天我們找了兩個前輩來 跟大家給一些意見、指點 我們的評分裏就是大家輪流出來 根據這些資深的前輩出的題目 去講七分鐘的內容 7分鐘內他們會預先給他們一些題目 去考核那科比較刁鑽 難度高的東西 去考核他們 讓我簡單講解現在的戰況 除了Argus因為贏了之前的比賽上岸之外 勝於要爭奪最後兩個決賽入場圈的 分別有WY組的Sabrina和Alex 而Ben Sir組就有Harry、Tom Holt和Daniel 今集我們不再讓學員自己想題目了 而是我們為他們各自找了學科前輩出題 每位學員要在7分鐘內 就著前輩出的題目 教授相關的內容 而評判就會按他們的學科實力 表達能力 以及未來的可造性這三大範疇去做考慮 好了 剩下的時間就交給學員 看看他們怎樣奮鬥吧 抽到第一個上場的是Sabrina 想不到上次復戰你是第一個 這次又是第一個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像上次贏到這次的比賽呢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出題的會是哪一位學科前輩 Hello 大家好 我是飽朱Scarland 很多人都認為飽這個科目是背一堆文字 而確實在飽這個科目裡面 真的有些東西需要硬吃、死背 而我認為 補習老師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就是他們可以提高一些方法 提高一些捷徑 幫助到學生可以快速溫習 快速記住一些東西 而當他們考試的時候 可以立刻準確地拿出來應用 所以今天我出給你的難題就是 你怎樣教學生 Respiration 呼吸作用的Pathway路技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教完之後 令到學生可以叮一聲 立刻就已經記住了整個Pathway路技 回到家就不再需要死溫爛溫 不斷溫完又溫到背 所以這個是我給你的難題 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 叫做Aerobic Respiration 簡單來說就是看一顆細胞 怎樣拿出Oxygen、氧氣 把一顆Glucoose、葡萄糖 變成Energy 這個Energy會處於ATP的substance裡面 而這個ATP就像電池一樣 會釋放一些能量給細胞 令到細胞可以做到細胞分裂等等的過程 Aerobic Respiration 當然是沒有那麼簡單 其實它是這麼複雜的 有四大步驟 筆記左邊的字是對應右邊的圖 但現在只聽我說和看圖就可以了 第一個步驟 Glycolysis Glycolysis是如何把一顆Gluco分解 我們開車其實有TASI 但Gluco是一樣 我們要先啟動它 而啟動它就是剛剛說的ATP T就是解TRI 上次說過TRI解3 即是這裡有3個P 3個Phosphate 這個化學元素 然後這個ATP會給1個P這個Glucoose 然後會變成ADP再加P D是解大 DI就是解2 這裡只剩2個Phosphate 而這個Glucoose就會分解了2個Triose Phosphate Triose Phosphate也會變成Pyruvate Triose Phosphate會脫掉自己的H H就是H2O Water的Hydrogen 而這裡就會有一個搬運人員叫NAD 拿走了H 然後變成NADH 走出去 這個過程也會結合了ADP和P 令它們變成3個P的ATP 這個就是細胞需要的能量 第二個過程叫做Conversion of Pyruvate to Acetyl CoA 將Pyruvate變成Acetyl CoA Pyruvate會脫掉自己油的Carbon Carbon會以Carbon Dioxide的身份走出來 以氧化碳 Pyruvate也會脫掉自己的H H也是由NAD摺走變成NADH 走出來 這個時候第二個角色進入了 叫做Coenzyme A Coenzyme A會跟分解的Pyruvate結合 一起變成Acetyl CoA CoA就是解Coenzyme A 第三個大 step Prep Cycle 起點是4C Compound C是解Carbon 即是裡面有4個Carbon 4C Compound會跟Acetyl CoA合在一起 Acetyl裡面有2個Carbon 所以4個Carbon加2個Carbon 就會變成6個Carbon的6C Compound 這個時候 Coenzyme A完成任務 所以就走出去 6C Compound怎樣變成4C Compound 當然要先脫掉Carbon 它們就會以Carbon Dioxide的身份走出來 6C Compound也會脫掉一些Hydrogen 亦會被NAD接收變成NADH 第二個波紋人員叫做FAD 它都會接收變成FADH 走出來 這個過程亦會結合ADP和P 變成ATP ATP就是細胞需要的能量 最後一個大 step 叫Oxidated Phosphorylation 剛才做的NADH和FADH會脫掉它們的H 然後變成NAD和FADH NAD和FADH會在上面的 steps那裡循環 再繼續製造ATP energy出來 好了 先放大一下H這個結構 Hydrogen 其實它外面是有一粒東西叫做Electron 這一粒Electron會脫掉出來 我叫做E- 然後這個H就會變成H Plus 要留意這個細胞結構 其實是有一粒東西叫做Electron Carrier 它是用來carry著Electron的 所以這些Electron 就會由一粒Electron Carrier 去到第二粒Energy Level 更低的Electron Carrier 在這個過程它會釋放一些能量出來 隔離ADP和P 令它變成ATP 這個過程會產生很多ATP出來 給細胞的能量 而這個Oxygen O2 就會結合了H Plus和Electron 然後就會變成H2O Water 這就是整個怎樣把Glucose變成ATP 能量的過程 這個過程 理解完了 但是整個圖這麼複雜 怎樣記 所以我就作了一個故事給大家 第一步先記了Glycolysis 我們由相之下記了中間的名字 然後再右左右記了旁邊的名字 有一天 Alice就訂了一個Pizza 但她完全沒有時間 所以就跟她的朋友說 Get the pizza at noon for Alice 怎樣可以拼回去呢 大家可以在第二頁的架子 和我一起寫這個Pathway 首先上至下 Get的G是Glucose The的T Triose Phosphate Pizza的P是Pyruvate At是ATP變成ADP Noon的N是NAD變成NADH For Alice是4A 4ADP加4P就變成4ATP 好 然後就要記 Conversion of Pyruvate to Acetal Koei 都是一樣 雙之下記了中間的 然後再右左右去記 幫Alice去拿Pizza的Friend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演員 所以做Pizza的廚師就跟她說 Pretty Actress 叫我讓我弄好Pizza And come OK 好 怎樣拼回去呢 Pretty的P是Pyruvate Actress的AC是Acetyl CoA Col的CA是Carbon Dioxide N是NAD變成NADH Cum的CO是Coenzyme 我怎樣記得這兩個箭咀的方向呢 我們call人是打出去的 所以箭咀就是指出去 而我們come過來 所以箭咀就是指進去 好 第三個Crab Cycle 我們以4C compound做起點 順時針記了這裡的名字 Alice很感激她的朋友 幫她拿了Pizza 所以送了很多禮物去她家 她的朋友一打開家門 就發現 有4隻Col 然後有6隻Chicken 還有4Cats 還有6necklaces 從Alice 4C Compound Col Coenzyme 6Chicken 6C Compound 4Cats 4Carbon Dioxide 6Necklaces 6NAD變成6NADH 從FAD變成FADH Alice ADP變成ATP 我們現在就記了這三個大步驟 我們留了做些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我們留了說 我們搞定了 兩隻手指 這裡是提醒你們做什麼 除了第一顆Glucose 以及其餘寫了數目自己前面的substances之外 其餘substances前面都一律要寫二字 那就搞定了 最後Oxidated Phosphorylation 只要看我筆記 以及記得我剛剛說的東西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你就會記得了 但如果你還怕不記得這四個大步驟的次裏 怎麼辦呢 就像我所說 肯溫書的 Good Children Know Oxidated Phosphorylation 然後這裡就是概括了 如何將一顆Glucose 變成ATP 細胞所需要的能量 而這裡就叫做Aerobic Respiration 謝謝 好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看來一群評判都很喜歡你的教學 現在是否可以鬆開一口氣呢 我很欣賞Sabrina 她用一個很笑口常開的姿態 來講這些這麼悶的事 我覺得是很棒的 我有幾個問題 你說得很好 令得我很誇張 首先我想說一說 你這個題目其實是大學程度 比你做其實是很困難的 7分鐘 在記的層面我就非常滿意 因為我覺得 將我的故事帶得很淺 只不過有 因為我當作一個什麼都不懂的 可能就會問一個問題 例如說 你那個Equation的左手邊 就是Cucose加Oxygen 在右手邊 其實出來的產品是完全不明白的 有Carbon Dioxide Energy Oxygen在哪裡出現呢 最尾那裡有一點點 我知道 有一點點出現了 可能要補充多 一點點讓我容易記到 因為中學生讀這些東西 都不是人接受 不應該在中學讀到這麼深 明白 所以Scarlett也挺狠心 出一條題目 剛才Sabrina整個Present 她是我那組 我看著她整個成章 剛才你見到她整整天 脫咳的次數一次 她說到撻車時 搬運工人 Get a pizza for Atlas 當然我不是要解釋一個字 只是說表達你們的記不記得 這方面 我覺得她做到的要求和表現 是有進步的 是給別人信心 你對這個學科的專業能力 是可以駕馭得到 我想這件事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給多一點上聲 Sabrina 好不好 第二個就到Ben Sir組的Harry 講到出題 當然是我們的主場評判YY出馬 說真的Harry 你又有沒有信心插得到她 Hello 補習雷台的兩位參賽者 中文科的題目很簡單 就是我們寫議論文的時候 學生經常問我問題 亦都是我覺得教學上 最容易考到大家的能力的時候 一條題目或者方向 要大家嘗試完成 就是什麼來的呢 例如他們想論點 想論點通常會想到結果 舉個例子 譬如談快樂 快樂會令你身體健康 知己令你身心愉悅 考評局考過不同的題目 全部前面有個論點 憤怒 就會令到我們意粉 會令到我們世界更加和諧 但問題是 學生經常問 中間有推論過程是怎樣寫 我想到論點和最後的結果 但我想到中間是怎樣寫 寫多少 所以教學上的同學就說 我想不到 那想不到真的大了 你怎樣令到他們想到 推論之間 A和B如何緊密 我有個結果 我前面有個原因 或者題目就是前面的原因 兩者之間如何聯繫在一起 學生亦不知道要寫多少 有沒有步驟過 step by step去寫的 甚至是有些方向 口缺 容易去思考中間的連繫點 給予他們 有時又說他們推論太粗疏 有時又說他們太過繁複 寫不知節 中間怎樣聯繫 其實是考生精神面對的問題 所以這條題目想考慮大家 會怎樣去教他們 逢親面的情況的時候 怎樣令他們提升他們的中文 去應對議論文的推論方面的能力 這個在公開考試裡面 就是最考驗到學生 因為在議論文的時候 或者是綜合能力的時候 都會經常面對推論的問題 嘩嘩 你又說這條題目簡單的 為什麼說說說又會這麼可怕的 不要管了 我們就看看Harry會怎樣教 好 大家好 我是Harry 今天想和大家講的議論文 我知道可能有同學 寫可以記錄描寫書情文 就覺得這一課好像不是很關我的事 那我是不是不用聽呢 大錯特錯 千萬不要這麼想 如果這條題目裡面有些字眼 你不肯定的 不明白的 你不會去博的 如果不是離題 那就不合格了 所以你一定要得到議論文的 一些基本框架技巧 可以轉就能轉 好 先講一講 這一課 這一課我們有什麼學習目標呢 過了這一課之後 每位同學應該做到這幾件事 最簡單 你要明白一篇議論文的基本框架是怎樣 每一篇的分論點 基本結構是怎樣 還有大家最重要 最不明白的事情 就是如何做到一個延伸說明的論點 OK 清晰的 準備上課了 OK 大家精神 還有我先聽筆記 筆記第一版下面的兩端 我給了兩句話給大家 一類我叫做人意傾談類 譬如談一筆 譬如談憤怒 談知的談食人 就不來講 譬如我說憤怒很壞處也可以 我說憤怒怎樣導致人類關係又不行 我說什麼都可以 這些沒什麼框架 我叫做任意傾談類 第一類 第二類我叫做經典立場類 可能同學覺得 是不是很像LS舉題目這樣 問你同不同意呢 比如說Stayment 沒錯 這個就是在做這件事 你只需要回答你 你同不同意呢 然後再說為何同意和不同意 兩類清晰的 基本框架是怎樣 無論哪一類的議論文都好 出來的框架都是差不多 大同小異的 記住這四個東西搞定 看看北記第二版 第二版有寫的框架 首先引入第一段 就是做些什麼 多數都是定義的 抽一些界定的關鍵字 例如談憤怒 你說什麼叫憤怒 憤怒就是怎樣 知己就是怎樣 這些就是定義 然後如果是立場體 給個立場出來 同一同意 不同意就不同意 同意就同意 那麼簡單 中心論點就是怎樣 談什麼題目 你整篇圍繞著這件事說 第一段包含這些東西 就叫引入 其次我們有幾段 我們叫分論點 分論點就是 你會講什麼 關於中心論點詞的東西 我們有五大元素 可能大家頭無水未知是什麼 不要緊 下面會講的 聽完反駁 什麼叫反駁呢 一段反論就是 對家跟你不同立場的人會講的東西 先寫一段 然後再加一段博論 即是你怎樣反駁它的論點 這就叫反駁論 最後結論 即是你歸納你剛剛講過什麼 重新多次你的立場 中心論點 整篇圍論文的框架 搞定就這麼簡單 做得到的 清楚的 下去講分論點 每段基本框架 五大元素 那一堂目分筆記下一部分 我留空了兩格 我留空這兩格 就是大家經常做不到的兩格 大家很多時候 我叫大家想論點 結果很容易想到 過程大家想不到 其實這個就是什麼 大家拿著筆 拿著筆喜歡抄低它 抄低它很重要 抄後面括弧就可以了 解釋主題句 什麼解釋主題句 你抄低它 解釋主題句 即是說 你講完主題句之後 你要詳細講一下 為什麼你的主題句會成立 解釋給考官聽 待會怎樣做呢 我待會會再講 現在先講下去 抄後面這一格 就是解釋例子 如何呼應主題句 什麼意思呢 我們舉了例子之後 那個例子在這裡 那個主題句在這裡 沒有關係 你告訴考官 他們兩個的關係是什麼 OK 抄低了 抄低兩件東西 很緊要抄低了 OK嗎 抄低它 好 那下去講了 拿個例子 我談憤怒作例子 這一題 這一段我講的是什麼 首先大家一起抄低它 間開五件東西 我們看看這一段 齊不齊這五件東西 第一件事 首先去到巨號行為公義這裡 這個就是主題句 大家抄低它 一會兒再詳細講 然後下去了 去到賣步這裡 再間一間 這個就是第二個解釋的過程 再下去 去到憤怒這裡 第一道就是個例子 然後再下去解釋個例子和主題的關係 最後一個很帥仔的小結 這樣就齊了五個元素 集齊一段東西裡面 為什麼我這麼強調這五大元素要齊呢 各位同學 一定要知道 因為如果 我說最常見 漏了就是這兩件事 如果沒有這兩件事 這一段基本上就沒什麼用 你解釋不了關係 那個考官根本看得難得看 都不明白你說什麼 OK 講了這麼久 你知道要做這五件事 你一定會說 Harry 你講就容易 做就懶了 怎麼做呢 講了這麼久 現在教你怎麼做 很簡單的 永遠記住 拿個例子給你看看 大家應該有見過這件事 知道是誰 蜘蛛俠 很容易講的 蜘蛛俠一出道 一定是拯救世界 拯救世界是個結果 蜘蛛俠出現是個原因 那為什麼蜘蛛俠出現了拯救世界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永遠都會忽略了 就是中間的過程 而我們做推論就是要講這件事 OK 解釋的 譬如看一看這裡 他做了什麼 他阻止了壞人 打敗了壞人 最後就可以令到世界和平 拯救世界 你就要寫中間這件事出來 永遠就是差這件事沒有做到 你要當個考官是傻的 你要當個考官是嬰兒 即是有些很美數多元的事情 你要講得很白給他聽 OK 所以看一看 我們叫做兩何思維法 可以看一看北記 我記下了兩何思維法 OK 什麼叫兩何思維法 你做推論 記住這兩個何 就一定可以做得到 這兩個何 第一個記得為何 Why 第二個是如何 怎樣做得到 好 記住這兩個何理的推論 你不斷問自己這個問題 你嘗試解釋給個考官 聽這兩個問題 這就是在做推論的 例子 剛剛 我說煩憤怒 剛剛那段 當我們遇到不公義的時候 挺身而出舒服憤怒 就可以推動社會公義 那中間的過程又沒有說到 你就問自己 為什麼站出來舒服憤怒 可以推動社會公義呢 你問了這個問題 怎麼做得到 為什麼做得到 你就告訴他 因為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促成一些正義的行為 甚至是展示一下 說的是什麼正義行為 都沒有問題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過程 好了 現在做個練習 扭空了下面 大家可以填一填想一想 30秒時間想一想 其實不用這麼久 五秒鐘都想到 我們經常跟別人說 我們看保習擂台節目 學到很多學科知識 很理想當然 但如果同學沒有看過保習擂台 他都不知道講什麼 那為什麼 他的同學問你 為什麼看這一科 可以學到這麼多知識 那你怎麼回答他 你就跟他講 因為這一科 這個節目裡 我們有不同學科的老師 參賽導師 他會講很多不同學科的知識 那作為觀眾 我們看的時候 就學完他的知識 這個就是問 怎樣做得到 為什麼做得到 所以永遠問自己 這個問題 然後寫出來 就是一個推論的過程 下面有個練習的 你看到筆記下面有個練習 是送禮的 我說的結果就是 要去顯示到你的壯士 唯一一段感情 那這件事 大家可以試一下自己做 做一個練習 寫什麼推論過程 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下版筆記裡 你做完之後自己對回 現在不要看著 做完再看 講到最後 因為時間有限 我略略講一講 論證手法 我給大家參考 這個我遲些 有時間我跟大家 下一堂講一講 就是我們最常見 這幾種論證手法 舉例論證 比喻 引用對比 其實我們學的很多東西 用得到的 法文裡面都有 魚肉素肉有 那個魚就是 比喻生命 紅掌比喻道義 這些論證手法 等你再學會了 這些基本的東西之後 用了編文裡面 你一篇議論文 最基本的技巧框架 其實已經很齊全 所以聽完今天這一堂 我相信大家已經解釋好 我一開始講了三件事 明的框架是做哪幾件事 明的五大元數是什麼 明的五大元數是什麼 記錄下了一筆記錄 還有我們有練習的 方式是做一個推論 記住要做推論 推論真的很重要 我有很多學生 他們做這個就是做得差 所以寫意論文 永遠都做不到它最好的部分 如果想提升自己的議論技巧 一定要問自己 記住兩何思維 問自己為什麼 還有怎樣做得到 為什麼可以 記住兩何思維法 講完今天這一堂 我們下一堂再見 拜拜 就這樣聽都好像穩穩的一會 不過你也不要這麼淡定 後面還有不少敬仁 好欣賞你用那個比喻 即是不單只用那個蜘蛛盒 那個蜘蛛盒大家是有看的 萬一沒有看 你都懂得用現在這個擂台 用現場作為一個比喻 這個是作為一個表演 作為一個節目 是跟觀眾 你又關心到觀眾的方向 都不錯 另外一個問題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可能性 來發展下去 我當然覺得自己是極之有可能性 我覺得自己講話上面 或者教話上面的方式 都應該很貼合現在的學生 我就沒有什麼提及 但我有一個覺得 挺流暢的表現 就是覺得非常鎮定 其實雖然到後期 你都應該挺趕的 我看到你也有些話未說完 但也挺趕 但也算在合法的時間內完成到 也挺鎮定的 也挺帥 真的不錯的表現 在表演上 我覺得你的表演是好的 但我想兩個評判 是第一次聽你說的 我覺得你以前可能有能力 因為他在之前那兩集 我覺得他個人的節奏感 或者是高低抑揚更明顯 更有精力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些不太舒服 我昨晚沒有睡覺 對 我覺得你今天少了一些動力 這是一個小事來的 其實他是流暢的 完全是流暢的 這個我們不懷疑 但只有在屋容上的問題 其實我們針對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寫意論文 經常都會有一個推論過急的情況 其實這個是因為 我們平時說話的時候 沒有中間的過程 他當然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 大家都聽到 譬如說解釋主題句 例子如何呼應主題句 我都接受 但是我是學生 我會舉手多問一些問題 我舉例 胡亂想 你剛剛說我剛剛brainstorm 補習成績進步很快 補習學到一些 你平時上課學不到的東西 對比的情境 我會推論仔細一點 因為我日校學不到這些東西 或者我不補會怎樣 我會加中間 我覺得是可以給多些 concrete 一點的方向 學生再做多些的 elaboration 即是要再給多些 具體仔細的方向 那好像娃娃說 怎樣去具體化呢 那我這裡可以 加一些演藝的元素下去 就逼到你一定會想到的 運動對身體好 我要你去做兩分鐘的戲出來 你中間一定要去填到 運動運動會肥瘦 或者斷腳 那所有的東西 你就會去表達出來 Ben教你 就是把東西變成圖像法 你幻想一下就是做一場戲了 因為舞台上的效果 你要表達運動 做的時候會遇到困難 我的啞鈴掉了 那怎麼辦 那這個就是搞他怎樣 填補中間的恐怕 你給他一些日常的東西 透過形象圖像去加插同學 對呀 我服你服得很厲害 原來真的可以這樣表達到 我真的 我應該真的跟你補照 真的可以這樣來 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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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給點掌聲 好嗎 OK 我們給點掌聲 OK 接著就來到同樣都是Ben Sir組的Tom Ho 面對同樣都是教數學的Cooper 記住不要有太大壓力 各位你們好 我是數學科的市場領導 Dr. Cooper Koo 今次出題給參賽者 就是螢光幕的以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的題目就是我們的排列與組合 我出這條的原因就是第一 排列與組合是每年都會出的 第二件事就是一般對於考生來說 這件事都是非常困難的 尤其是他們一般來說都會數錯 而且不知為何自己會數錯 我希望參賽者第一件事 可以完美地解決這條題目的問題 第二 我希望他們可以知道 或者可以講解得到 其實ABCD 如果是一個學生選了錯誤的答案 究竟一般來說他錯在哪裏 究竟他想錯了哪一步 而會選錯錯誤的答案 當然 YY請了我來的話 他最重要的事情 都是要我做一個大魔王 所以這條題目是一個熱身題 到我們的真正難題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就會知道 排列與組合P和C4 相信大家都聽過 不過我都會不知P和C怎樣分 又不知何時加何時成 搞到考試的時候出事 今天Tom Sir我會先幫大家清清楚概念 再教大家怎樣處理這類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各大音樂頒獎典禮 假如你不為歌手參加某個大台頒獎禮 去欠六個獎 你知道大台只是做鞋養 阿公分豬肉 他想人人有份 那問題來了 六個不同的獎 分給五位歌手要人人有份 即每人至少有一個獎 那可以有多少個分法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會討論的問題 只不過我看到這個問題這麼複雜 那就是 並未忘通我搞不懂 不過不要緊 我在這裡 我會教大家一步一步地拆架這個問題 先重複一下概念 Counting 數數有加同成兩個重要特質 很多時候老師會教你 我就加N就成 對就是對的 不過什麼叫我 什麼叫N 我想補充一點 各位同學可以打開筆記的第二頁 剛剛五位歌手三男兩女 如果我想抽一個人出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選擇抽男仔或者抽女仔 這兩個動作 其實就是達成我們條件的兩個不同情況 我可以先選擇男仔 有三個給我選擇 或者我選擇女仔 有兩個給我選擇 總共會有五個不同的結果 這個Omleka將兩個不同情況的數3和2加在一起 所以不同情況就是我們要用加 但你說不是的 我今次想抽一男一女出來做一對CP 如果這樣的情況 這兩個動作就會變成達成我們條件的兩個必要步驟 缺一不可 記住這個缺一不可 每一個男生抽出來之後 都會因為兩個不同的女生 得出兩個不同的結果 有三個不同男生的時候 重複的事情會重複三次 2就會加了三次 我們可以把這條選式減化為2乘3 相當於兩個步驟 他們的可能數目乘在一起 所以這些缺一不可的步驟就是N 我們就要用乘了 然後先說P和C Permutation排列就是講N個不同物件 拿R個出來排列有多少種方法 例如6P3就是6個拿3個出來排列的排法數目 留意Order次序是會影響排列的 例如坐在我面前的Band同學和Y同學 如果他們調轉坐位的話 就會像PowerPoint一樣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排列 所以跟Order是就要用P 而C組合就是N個不同物件 拿R個出來排列有多少種的組合 和P不同的就是 次序是不影響Combination的 因為只要構成的元素一樣 就算他們的位置、次序怎樣變得好 我們都會當作同一個組合 正如MIRROR12位成員這樣 即使他們的站位不一樣也好 都是那12個人 都是同一個組合 大家一樣喜歡的 所以不關Order事件 就要用C 最後再用一個口缺幫打 整理他們的關係 就是次序不一 排列筆一 排列筆一 組合如一 去到這裏跟不跟到 跟到這樣 我們就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開始的問題如果在DSE 就會變成大家筆記第三頁 看到的這條問題 六個不同的獎品給五個人 每人至少一個獎品有多少種分法 處理這個P和C的問題 我們有兩大步驟去處理 首先我們要先看看用加還是用成 有多少個不同步驟 多少個不同情況 分清所有步驟和情況之後 再看看每個步驟情況有多少個數 看看用P還是用C 而這條為例 我們的條件就是 每人至少拿到一個獎品 我們可以把它拆成兩件事 首先我們可以在六個獎品 拿兩個獎品出來 組成一份大一點的豬肉獎 那就會有五份獎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將這五個獎 分別分配給這五位的歌手 令到人人有份 以上這兩個動作 你們覺得應該要用加還是用成 將它連在一起呢? 加給我加 成又給我成 成 成 應該要用成 為什麼成呢? 因為如果沒有第一步的六選二 你根本就不會有五份獎 沒有五份獎 你怎樣分給五個人 令到人人有獎 達成題目的要求呢? 所以這兩件事 對於達成我們題目的要求來說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就要用成 知道用成之後 就看回每個情況 他們有多少個數 第一個為例 我們要六個獎道 抽兩個獎出來 組成一份大獎 用P還是用C呢? 我想大家把你們的答案寫 筆記第四頁左上角的空格裏面 至於想怎樣用C和P去表達 你可以參考筆記第四頁 我給大家15秒時間 不要緊 雖然大家都可能還在看 我先講一下答案是什麼 其實應該是用C 為什麼要用C呢? 正如這裡這兩個獎 雖然他們次序不一樣 但是都是由那兩個獎組成 對於我來說是沒有分別 次序不關事就用C 而因為是6-2的關係 就要用6C-2 第二個步驟就是 五個獎分給五個人 這裡其實次序就關事 為什麼呢? 例如我把Sarini和Ian的獎 他們的次序撈亂了 次序不同了 你見到結果都會不一樣 因為大獎已經去到第二個人 次序關事就要用P 而因為這裡五個獎 要拿五個出來 去分給他們 才可以令到人人有獎 所以就是5P5 最後只要將這兩個步驟的數目 繩在一起 得出的188A 就會是我們的答案 但算了答案都不夠 我想講一下其他答案有什麼問題 例如B這樣才算 如果我們在第一步 將C和P撈亂了 就會得出6P2這個數目 成員出來的數目就會是BOY 意味著只要你撈亂P和C 你就會重複選錯的答案 至於C和D的問題在哪裡呢? 讓大家自己回家想一下 我們下課開股 那我們就做個總結 今天先講了 加同乘兩個counting的特質 和它們的分別 不同情況 我說就加 缺一不可就是乘 然後就講了P和C是什麼 以及一個口缺 幫大家記一下就是 次序不一 排列不一 組合如一 最後就講了 處理這類counting的問題 兩大步驟 先分清楚 加還是成 有什麼情況 什麼步驟 然後就就著不同的情況 步驟 看看它們的可能 數目是多少 是用P還是用C 希望幫我大家 沒錯啊 Tom 剛才你教學這麼有力 我們都感受得到的 我挺喜歡Tom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筆記很靚 很精美 有一件事我覺得它挺特別的 就是它會講 為什麼其他答案不可以 這個呢 我希望大家其他學員 在之後做筆記的時候 或者在教學上面 都一定要探討這個可能性 怎樣幫到你 在教書的時候 令到學生容易掌握 為什麼其他不行 就是反過來問自己這個問題 這一種思維 其實對學生來講 印象很加深 一去到分豬肉掌 你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很難的 之前那些都明白的 一開球 哇 加還是成 那些程度我已經疼了一疼 那可不可以在那些程度 可以再解釋多一點 從容易一點的角度入手 讓我不用第一下 就有這麼大的挫敗 我就覺得這條題目 可能比較淺一點 相對來說 所以就可以拆到很詳細 為什麼這個答案錯了 都可以 我為什麼選擇這條題目呢 原因是第一 我想觀眾會明白 還有這個其實不容易 這條問題 很多人都會答錯 但是為什麼呢 我們覺得這個題目 在補習來說 就很容易教到 那些最弱的都明白到的題目 中三 我會問這條關於色仔的問題 如果你擲兩顆色的話 你會有二十一種不同的結果 那我就問你 擲八顆色出來的話 你有幾種不同的結果 呃 我要試試一下 那我問一條容易一點 不如 好 好 謝謝 以I大於I 這是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說明 是I大於I 好了 那以下這兩個說明 究竟真是正確的 下方的四個答案 就是 我首先會先淘汰 A和C 即是一是對的 因為我知道 想像性數 這個問題 是不能相比它的 但第二個 就是I大於I I是等於I 所以我想 我會覺得是D 我會覺得是D 我會覺得是2 對 就是Boy 就是剛剛我卡住 對 我要說一說 我為什麼會專門這樣問呢 因為我的課程 很容易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例如 突然間有學生 就舉手問你 落堂也會來問你 那一刻答不到的話 很認識 對 沒錯 也要成為WaWa所說的 你的 鏡頭表演 和筆記 準備 也是非常完善 但你見到我 因為我見到你 其實 你主要都是看著我 但你會見到 你一開始 說了幾秒 之後 我已經黑面 原因是 因為你說了 我就是加 然後 and 就是錯到抽筋 而考評局 其實 回到這個會考的年代 已經出了很多條 可能性的問題 不是故意用來捕捉這件事 所以 我就 其實很驚訝 但是 我少許總結 我們 數學科是一科 中文科更離譜 我想我們讀中文 經常有人走 你問 這個字幾個筆劃 這個字是甚麼部首 這個字要拿命的 你不是不懂的 他以為我們讀中文 就以為我們是一本字典 我們跟字典是有距離的 所以我想 讀中文的人 我經常都會答到 我們未必會即時給到 正確答案 但我們一定會 給你更快地 有辦法找到 正確的答案 剛剛YY說過 我情願 你就回答你不懂 一個懂得回答 不懂或者不知道的先生 是 很有可能 一個好的先生 是因為你不懂 有東西不懂是很正常 你覺得 作為一個補習名師 你覺得 有料更重要 還是有心更重要 我覺得 我不是否認有料的重要性 我不是否認有料的重要性 如果你只是有料 但你根本沒有心去教 或者你根本對教育 根本沒有任何看法 或者你不會反思自己有甚麼 做得不夠好 你只是好離地 只是去說你的話 但你根本就不能夠 將你所學所知的 分享到給他們 我可不可以問其他的答案 Herry答 最接受 對 最接受 因為如果你有心的話 你的資料普普通通都好 你肯教他們一定肯學 你要告訴他們 你有心教 如果你沒有心教他們 他們一定不會跟你的 他看得到 學生會不會分得到 你是否一個很清楚的老師 是否有投放下去 我的答案是有料 因為現在說的是一個先決條件 有心 沒有料 做不到老師 有料 沒有心 做到老師 但最少有料 是一切先決條件 最少他不會教錯我 最少他說的話 我會先相信 所以有料是一切學生 信服的原因 但重點就是 你在補習這個行動 你怎樣展示到 自己的料 跟學校的東西不同 我選有料 不過我想有料的定義是 不只是學科的料子夠高 你一定要懂得教 你很厲害 但如果你不懂得教 其實你也不能夠把你的訊息 很貼皮地送給學生 其實你就不是一個好的老師 我覺得有心更重要 因為有心的話 你會盡力令自己變得有料 有心的話 一個學生就會記得好一點 其實剛剛這條是邏輯題 答案只有一個 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代表我可以 一夜之間 我就變成一個有心的人 而有料是不行的 所以必然是有料更重要 為什麼呢 有料有沒有心呢 是Conditional 心是看周圍給什麼 如果你說我什麼都不給錢 我便沒有心 那電話說 這個不行 你不要教錯 時薪一萬港幣 那我要很認真 心就是這樣 剛才 即是Cooper 這個完全是 超出我們想像的問題 但我也沒有想過 他要做 最初的面試篩選的角色 但我覺得 都是側面去看到 各位學員 對自己的 將來的可能和打算 其實是重要的 但我想說 我們已經 某程度過了有料的年齡 現在你有心去看教科書 是否完全掌握不到零資料呢 又未必 所以在現在的年代裡 尤其我們經常都說 DSE 相對簡單很多 即是以你們的能力 是否教得到 我絕對是有人有餘 所以這一點我不是很擔心 但跟大家見到 大家的對答 清晰的流暢 Tom剛才的回應 我多欣賞 整個討論裡面 他其實是很欣賞 彬彬有禮去回應 Cooper 或者大家其他的問題 只有這一點 我覺得值得 我們多給他一次掌聲 好嗎? 好 喂 Alex 今次我們介紹 Context 電子白板 有什麼功能呢? 這個Context 電子白板 就威風了 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機構 都有大量的屏幕 這個時候就非常之需要 一個中央控制系統 這個系統有什麼用呢? 可以遠端控制這個電子白板 可以安裝和移除軟件 還可以強制發佈 還有直播功能 還有不同的用家的需要 都能夠堅固到 你見我沒有出聲 就知道資訊量那麼多的時候 都是交給學員說 就會清楚了 所以這個白板 一定是信心之選 拜拜 arter保險 O hada 也有很多分不思議 如果大家看得到 然後再支付出 折捏 我們家想看